怒 梁石秋 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最难看 纵然他贫素面似莲花 一旦怒而变青变白 甚至面色如土 再加上满脸的筋肉扭曲 自裂发指 那副面目实在不仅是可增而已 俗语说 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怒是心里的 也是生里的一种变化 人逢不如意时 很少不勃然变色的 年少气盛 一言不合 怒气相加 但是许多年事已长的人 往往一样的火巴暴躁 我有一位阴长 已到仗潮之年 并且半身瘫痪 每尘避月报纸 带上老花镜 打开报纸 不久就要把桌子拍得山下 吹呼瞪眼 破口大骂 报上的记载 他看不顺眼 不看不行 看了呕气 这时候 大家躲他远远的 谁也不愿逢彼之怒 过一阵雨过天晴 他的怒气消了 诗云 君子如怒 乱树传举 君子如止 乱树传矣 这是说 有地位的人 赫然震怒 就可以收拨乱反正之效 一般人 还是以少发脾气 少惹麻烦为上 盛怒之下 体内血球 不知要伤损多少 血压不知道 要升高急许 总之是不卫生 而且血气沸腾之际 理智不大清醒 言行容易余分 与人与己 都不相宜 希腊哲学家 埃皮克蒂特斯说 计算一下 你有多少天 不曾生气 在从前 我每天生气 有时每隔一天 生气一次 后来 每隔三四天 生气一次 如果你一连三十天 没有生气 就应该向上帝献祭 表示感谢 减少生气的次数 便是修养的结果 修养的方法 说起来好难 另一位同属于 斯多亚派的哲学家 罗马的马可思 奥瑞利利阿斯这样说 你因为一个人的无耻而愤怒的时候 要这样的问自己 那个无耻的人能不在这世界存在吗 那是不能的 不可能的事不必要求 坏人不是不需要制裁 只是我们不必愤怒 如果非愤怒不可 也要控制那愤怒 事发而终结 佛家把称列为三读之一 称心胜于猛火 克服称慧是修持的基本功夫之一 燕丹子说 血勇之人怒而面赤 脉勇之人怒而面青 古勇之人怒而面白 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我想那神勇是从苦行修炼中得来的 生而喜怒不形于色 那天赋实在太厚了 清朝初夜有一位礼服 著牧堂类稿 内有一篇无怒宣迹 他说 五年余四时 无涵养性情之学 无变化气质之功 应怒得过 玄悔玄犯 据忠于奋力而已 应以无怒名宣 是一篇好文章 而其借景恐惧之情 溢于言表 不失读书人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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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